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將於106年12月25日 召開臨時股東會決議清算解散 最近幾年來電商崛起 經營環境大變 經濟環境經濟的規模不足 實體通路經營上相當辛苦 那當然以員工而言 當然是以資遣或是可以退休的 會以退休的方式處理 那其他店面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用閉店走入清算的程序